我现在我要换一种 我要换这一种 Profit 来去显示颜色 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刚刚用Sales 它用单一颜色系 可是如果我现在用 获利 Profit 它用什么 它用两色系 两个色系来去做呈现 为什么 这个观念各位一定要懂 以免你到时候做出来 那个视觉化的一个报表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那别人更看不懂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说 刚刚我以销售来去看 刚刚我以销售来去看 这个销售地图 它因为没有负值 它因为没有负值 它只有一边的数值 就是比零大的数值 所以呢 它这边用单一颜色 比如说浅蓝到深蓝 来去描述 因为它的数值没有零 就是只有比零大的值 只有一边的值 可是那个Profit呢 Profit它有零以外 零以下的 有零以上的值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就用两种颜色色系来去表达 所以这个视觉化的技术 真的要请各位 在这个地方了解 当然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颜色 是可以修改的 你如果不喜欢这个颜色 是绝对可以修改 而且在这个地方 10.0就比9.0多了很多 是这个颜色 颜色的呈现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 您到时候选择的颜色 尽可能的不要选单一颜色的改变 不要选单一颜色的改变 好 要选那个两种以上的颜色的改变 好 提供改参考咯 因为这个Profit它有牵着到复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刚刚讲了销售比较大的 像纽约州啊 还有像德州 还有加州 可是在获利这部分呢 纽约州的获利高 但是加州获利也高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德州啊 它的颜色是负的颜色 而且负的颜色还是蛮深的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 德州的 例如说负责该区应该是南区的经理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请他来喝咖啡 聊聊发生什么事呢 对不对 如果我是老板的话 当然我要去因为了解事情嘛 所以我应该要看到这样的情形 然后我就要去找他来去聊聊天 然后知道问题所在 因为理论上他应该要很清楚 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请问你台湾可不可以做到这样子呢 当然可以 好 请参考我的那个台湾地图 我好像是介绍国中树 国中树的一个分布 而且我好像是画新竹地区 新竹地区 什么国中 什么营养午餐用餐人数统计 好 我把新竹地区都画完了 好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记住这是地图上面 10点差以后新增出来一个 可以把区域图画进去 一个我觉得还蛮棒的设计